诶 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太紧张都忘记开个灯给他出来了 来 3 2 1 开 Ladies and gentlemen 天王郭富城 朋友大家好 星期八播新加坡的朋友真的很久没见 你们好吗 好不好 好好好 陈诚哥 叫他陈诚哥好像叫曾国诚 有点奇怪 来来来 郭富城你好你好你好 哇 你好久没有来新加坡了 就我们的这个粉丝都真的很想你 其实我也是 因为 疫情的关系了 所以很久没有来新加坡 但是我相信很快 我只可以带我的作品 比如说我的演唱会啊 还有我的电影啊 然后来到新加坡跟大家分享 是是是 你要赶快过来喔 我们真的是等到 我们已经筹钱在等 买你的演唱会的票了 所以你要赶快过来好不好 知道了 Mark OK 好 那么当然呢我们也知道了这个郭天王啊 他的这个歌曲舞蹈 还有电影的成就真的是非凡 我想请教一下 你是到底怎么做到的 谢谢你的夸张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秘诀 最重要的一个信念 就是你对每一件工作都要很认真 很投入 而且一定要很努力 要上进心 不怕困难 就不断去突破自己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没错 那么其实呢最近我都发现到 其实我跟你的样子呢 两个人看起来都不分上下 欸你不要笑 然后但是我近距离的看你 哇你很fit很健壮 你每天有做运动的吗 我 对 基本上我觉得做个艺人呢 首先一定要最 最基本的就是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 然后去迎 迎接点每一项的工作 是 比如说我基本上 每天都会做一些带氧运动啊 还有做一些养卧纸做啊 平常做大概两百下 今天这位出席 洪庆大展做了四百下哦 你一天养卧起座做两百下 这个基本的啊 基本 基本两百不基本要四百 哇你这个基本好吓人啊 真的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么其实我觉得说 因为我觉得刚刚也说对 哈 没有没有你说你说 你说 那么其实我都觉得说 没有我说 刚刚也说了 要锻炼好了 你才会有更好的医治 是 啊 要去迎接你的工作嘛 所以我觉得 今天你觉得我怎么样 fit to fit 你也很好 谢谢 你也很瘦 但是没有你撞 不过说真的啦 作为一个男主角 我觉得信念跟保养是很重要 我们时时都要准备好 随时都要出发的 那么你不要看到天王他很忙 其实今天晚上他来办这个最佳男主角 他对我们五位入园者都非常了解的 是不是 对 那今天呢 五位入园者 五位啊 对五位 可以说很特别 有获展无数的 对 先说说 当中一位 得过六次最佳男主角 这是我们刚刚的主持人啊 陈汉伟 汉伟 对不对 汉伟 这里 太厉害了吧 如果你再拿多一座 你就变成七座啊 那个子录很难破耶 啊 很难破的呀 所以我觉得呢 还有 还有还有 还有一个呢 就是得过一次的 那就是总将 对不对 总将在哪里 哈喽哈喽 那再拿多一座呢 就是好事成双了 嗯 等多两分钟之后呢 你就知道能不能够 梦想成 思想是成哦 嗯 想不想 哇 看你的样子很想啊 嗯 还有一位呢 就是四次入围 那个就是 罗密欧对不对 陈罗密欧 你四度入围啦 罗密欧 啊 你好你好 那我觉得呢 那我觉得呢 你能够四次入围都不简单了 真的不简单 因为 我相信 能够四度入围 也是可以说 让观众 也要评审 对你的 都是 眼前一亮的表演 所以 今天 我对你也有信心 谢谢 哎 好 还有两位 还有两位 这一次呢 就是 头一次入围的 但是我相信呢 他面对 对对对 就是徐斌还有 敏耀 敏耀 天明耀 对 两位 新的 然后第一次 两个同一时间入围 呃 就像男主角 我相信呢 你面对那么多的一些强敌啊 心情一定很紧张 什么紧张 紧张对不对 能够入围 我觉得这一次能够入围 能够入围 能够提名 我相信你们的演技 一定已经受到肯定了 所以我相信 五位拿掌呢 都是 公平的 首先呢 现在我希望能够可以大家看看 这五位 的入围片段 究竟谁拿呢 照给评审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五位入围片段 红星大奖 2022 最佳男主角 入围的有 明明是做按摩的嘛 陈汉伟 未知道 真的是很巧 可我女孩相信你 陈罗密欧 心里住着老灵魂 你是老人 如果可以变年轻 那就好了 你们要别我啊 陈炯江 关键证人 跟我回去 我去吗 陈炯江 过江新娘 你还是一样 笨死了 从今天开始 陈炯明耀 就不错乎藏鬼 好我们再次的掌声给我们这五位入围 这次好吗 金星大奖 红星大奖 2022 最佳男主角 来咯 得掌的是 来咯 陈汉伟 未知道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陈汉伟再次拿下最佳男主角 就是这次汉伟第一次七次入围最佳男主角并获奖 得奖记录至今未有超越 恭喜汉伟 我必须先谢谢公司 谢谢 评审 我真的真心话 真的 我真的希望能够看到 这些后辈上台领这个奖项 不好意思我声音开始没有了 我只能说我的表现保持水准 但他们这几位的表现已经超越他们自己的水准 应该站在这个台上享有这份荣誉的 OK 我知道 我知道入围的一定有所谓的热门跟黑嘛 我只想跟你们说 不管是黑马白马 会跑的就是一匹好马 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最后 我是第一次主持 我希望今天的主持大家 会喜欢 我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主持红线大奖 更希望能够站在这个台上 颁下一期的奖项给最佳男主角 意义着传承的精神 谢谢 恭喜汉伟 恭喜汉伟 恭喜